因不滿醫保改革 上萬名退休老人 本月8號到武漢市政府抗議 至今未得到回應 15日上午 發起了第二次集會 網傳視頻顯示 中山公園門口擠滿人潮 多數是中老年人 還有視頻顯示 現場有大批警察 不允許人群在公園門口聚集 還傳出警察打人和抓人 武漢退休老人透露 他們原定從中山公園遊行到越馬場 全程大約12公里 但很多人被控制在家中不讓出門 據瞭解 1月17日 武漢市推出職工醫保改革政策 從2月1日開始實施 職工醫保的個人賬戶 每月260多元的醫藥補貼降到80多元 一年供少了2000多元 公務員則不受新政策影響 15日推特的視頻顯示 遼寧省也傳出數千退休職工 聚集在大連人民廣場 抗議醫保改革 當局出動大量警察維穩 視頻在微博和微信上均被封殺 新唐人記者雄斌 中原採訪報導